大家好 我是Michael 今天这是温哥华难得的好天气啊 好久都没这么晴空万里了 然后按照约定呢 我今天准备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最近一直 在算是研究吧 也很喜欢的一款新的吉普 我觉得这个吉普的定位 可以让吉普这个品牌 让更多的人可以接触了解 还有拥有它 因为之前我们大家一直在谈论的多数都是 吉普的木马人和大切诺基这些 比较经典的车 但是他们的 定位和价位 我觉得还有他们的功能定位 特别是木马人的越野的功能定位 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 但是现在我觉得 这一款车 今天我要介绍这一款车 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我自己也很兴奋 然后呢 这台车 很有意思 刚好就是在 吉普75周年的 这个时间 重新设计 重新推出来 然后 我觉得给大家带来很多惊喜 今天我要介绍的 就是这一款 吉普的家族新的小兄弟 这首广告歌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真的很有意思 我们中文翻译叫自由侠 Renegade的意思也有叛逆者吧 背叛者 但是他不是 像叛徒那种意思 我觉得更多指的是 比较叛逆 从这个车的设计上 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意思 相比起 这台车的定位 应该是 小小型城市SUV 或者有点叫Crossover那种 就是 我觉得针对的就是一些个人 一个人 开的 但是他需要像他 像我们 这个 iPhone一样 他可能不只是一个电话 他可能还有一些 这个 文化在里面 这就是我的iPhone 我用这个 那就这就是我的吉普 同样的意思 所以这一台吉普呢 是一个人 喜欢 探险 比较叛逆 追求自由的这些人 那我现在坐在这台车上面呢 是 Renegade里面 可以越野 就是我们叫Trail Raided 我会放一个照片 等一会再插进来 Trail Raided的意思 从五个方面 来测试这个车 他是可以去野外 越野 然后可以 开这个车去一些 平时的车去不了的 甚至普通的SUV 去不了的地方 所以有Trail Raided的意思 就是说 它的抓地性啊 它的 防水性啊 然后它的四驱能力啊 还有其他 一共五个方面 都通过测试之后 才会把这个Batch 放在这个车侧面 这个车外面会有侧面一个Batch 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现在我们坐在车里面 我就想讲讲这一台车为什么那么有意思 我现在做的 我现在做的就是Trail Raided 叫Trail Hawk 就是可以越野的那一款里面 这个车的内置方面也是充满了叛逆 首先最直观的就是这个 1941年 有75年历史的吉普品牌 再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他故意 在这里弄了一个 像 故意在这个转速盘这里弄了一个 像泥土泥巴的这种感觉 证明它是一个可以越野不怕脏的孩子 另外的话呢 像这一个 不一样的地方呢 这台车配备了 不光只是四驱 而且呢它是可以 可以选择这一个 四驱low也就是说 我们在越野的时候会放到这一档 让它四驱 更多的动力 就是把更多动力放在 每一个独立的轮子上 然后呢还可以选择 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用自动模式 现在是放到自动模式 也可以去 选择 假如说下雪的时候 或者我们野外去沙 沙哈拉大沙漠的时候 或者去森林的 这个泥潭里面 或者在 一些山的地方 都可以自己去选择 然后呢 在下坡的时候 也根据情况可以选择这个自动 就是下坡辅助的 这样就不会滑下去了 那我们平时就放在自动一挡就可以了 现在是放到自动挡 那从这个车整体设计上 也可以看出来这种叛逆性 红黑相间我自己最喜欢的一种感觉 然后 彩蛋 小彩蛋就是这里 有个吉普在爬坡的 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呢 在门上也是 音箱用的是beats 然后也有这个小彩蛋 这个标志 还有很多很多的 一会儿再一一跟大家讲 现在呢 我们走到 外面再去看看吧 现在我们在车的外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台 Grenegade Trailhawk 吉普认证的越野版的 自由侠 首先呢 刚刚我没说过了 在车里面就看到 圆的头灯 是最早一代的 吉普的标志 包括现在很少人用这种圆灯 但是如果我们 稍稍有点年纪的 记得小时候看到的 这种车是有圆灯 另外里面 又有一个小彩蛋 就是它车头一样的这种 两个圆灯加7个 7块钱版的这种设计 7块钱版我刚刚说了 是 七大洲 吉普所服务过的地方 并且受喜欢的地方 另外的话一个就是这个小黄灯 只有吉普现在还会用这种小黄灯 包括最新版的 这个吉普马人 黄灯